這漲幅就會差二 差三 差四 就像現在這樣子 大家都在囤房子嘛 是不是 拼命的買 小白也來買 大家都來買 買了之後呢 政府再給你推出組合權 預售物不能賣唷 只有健身可以賣 你買的東西不能賣 這個基本上 通常是只有共產國家才有啦 我也不知道我們怎麼會有這種厲害的政策 限制人民買賣商品的自由 不動產只是個商品 中華民國竟然可以限制 有沒有違憲我是不知道啦